一些措施呢 新北幼儿园未要案 燃眉之急 新北市长侯友宜 总算来到议会 今天 因为并没有邀请我来 我只动到议会来 号称很主动 但侯友宜也扭捏了好几天 板桥幼儿园老师 未要事件 居心叵臭的老师 你为什么今天 变成跟大家讲 要那个我们不清楚 要是学校还是家长的 两边完全不一样 刘怀副市长讲 新北市长从到底 没有舒适或延迟 谁在造成恐慌 新北市长前辈方的养股一样 就是造成恐慌的元症 后一再度上演问A答B 问答时教育局长张明文 不断在旁边举牌 显示他是有备而来 但事件延烧快一个月 高雄和台中都扩大清查校园 新北的SOP呢 高雄现在都已经全面撤查幼儿园 而且祭出了七大措施 是全新北市稽查吗 我们就开始启动啊 一定是全面的开始启动啊 新北市要不要跟进高雄 如果你之前也做的话 你怎么才会出事吗 你真的不要再骗了好不好 新北市府有无怠慢 市民会给评价 但如果没有冲击选情 国民党议员恐怕不会急到口出二言 民进党的这些狗官 就照了美方口误的事情 一一的来渲染 5月23号 以前有任何的家长 公开的跟我陈情 我马上辞去议员的身份 代委三议员 多次在电视上公开的指责我 说我报庇 你公开你辞职 蓝绿炒成一团 而侯友宜呢 眼见一个小时时间到 则是急忙离开 民进党议员举牌怒轰 国民党靠着人属优势 让侯友宜指导议会 短短一个小时就快闪离开 专案报告如同蜻蜓点水 光是侯友宜纠结来不来 就不知道花了比报告 多了几倍时间 三议员郭思维 又有SC小组新北市报道